1911年10月 山西新军起义 并推举阎西山为都督 自此 阎西山进入了最为巅峰的一段时期 麾下的靖随军 也成为北方最强的部队之一 靖随军虽属于地方部队 综合实力比不上中央军 但在抗战时期 仍涌现出一个抗日汉将 他率部与板渊师团展开血战 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 此人就是靖随军中的猛将江玉珍 江玉珍是山东人 长大后来到靖随军中当兵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 江玉珍已是靖随军196旅的少将旅长 196旅是阎西山麾下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 日军很快就推进到山西 为保卫太原 第二战区决定在心口抗击日寇 由于部队集结需要时间 第二战区决定派江玉珍 这只靖随到心口以北15公里处的 圆平镇坚守几天 给大部队集结提供时间 接到命令后 江玉珍一刻也不敢耽误 立即率部共5000余人开赴圆平 10月1日 日军对圆平发动了猛烈的袭击 日军原以为靖随军不堪一击 但没想到圆平就攻不下 日军调整的方案 调集六万余大军对圆平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 江玉珍虽率部英勇抵抗 但还是被日军突入城内 双方展开巷战 到7号时 原本江玉珍已完成了任务 但上级却再发来命令 要求再坚守三天 虽损失惨重 但江玉珍还是完成了任务 但在任务完成后突围时 江玉珍因负伤而殉国 日军追上来后 还取走了他的头颅 在圆平战斗中 196旅包括江玉珍在内的官兵 基本全部壮烈殉国 他们以大无畏的牺牲 为星口战役赢得了时间 圆平保卫战 也是抗战初期 华北地区较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两年后的1939年 日军在圆平建立了一座魏灵塔 以此悼念战死在圆平的中国将士 魔鬼的战役也是战役